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院长电话 随便随便 随便随便 小王 你得倒点水 白院长 何主任好像刚刚出去了 你先走 好好好 何主任来了 你等一等啊 喂 白院长 老何 你到我这来一下 好好好 我十分钟以后到你那吧 小青 你去哪了找你半天找不着 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那个病历 到底是哪年的呀 你等一下我记一下 1976年年底 放心吧 我记下来了 保证帮你找到 小青 你出国的事 到底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今天碰见毕主任 我可跟他说了 他说院方肯定不会反对 好 我再考虑考虑 好了 我的大小姐 你赶紧帮我去查病历去 查到了以后给我打一电话 我再取 好 好的 好的 再见 谢谢老大 不客气 自带我上 林老 你约上万仙呆了吗 没有啊 老说没时间 你是不是追他的人特多 我跟你透露一些情况 这追他的人当中啊 有一个是警察 看 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另一个是转介工程师 好像是美国来的 你可得认真对待啊 这不光王仙泰特大眼的 再加上王仙泰他妈 已经请他回家吃过饭了 丈母娘亲自下的床 那你这么说 我还有什么希望 你这就没劲了 这结了婚的还有希望呢 更何况还没结婚呢 来 你先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我这也得追着看 现在八字还没一瓶 我怎么说啊 也是啊 你也急不得 来 要不这样 我觉得那老外特傻 咱们哪天把他约出去 探太虚实 探太虚实 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好歹王仙泰 她是咱们中国姑娘 人又长那么漂亮 就算是她喜欢这美国佬 咱们也有责任 去替她探太虚实不是 要不然 将来她有一天吃了跨国际的大亏 咱们到时候还唠了一个 对不起祖国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民族主义长 请进 你好 班长能找我啊 老何来坐坐坐坐坐 现在各客室都用这机器了 大家会反应不错 我也是招待客人才用它 我自己也喝茶 那您就别给我倒了 我也只喝茶水 老何啊 最近大家对医疗期间可有点反应啊 反应啊 嗯 反应不是一直都有嘛 嗯 您叫我来 不光是为这些反应吧 老何啊 医院的开发经营是经过院务会讨论以后 委托你先抓起来 是 但是日常工作不能受到影响 嗯 我们医院的经营开发 要挖掘自身的潜力 要把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和加强医疗管理联系起来 您说是不是 对对 您这些话 在院务会上不是都说过了吗 您直说吧 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啊 现在咱们眼科啊 跟美国那家公司联营合作的事 谈的差不多了 嗯 我觉得啊 要搞 医院领导要下大决心 要花大力气 具体的事我来看看没问题 可是有些事 院长 您可得给我盯着 老何 你别讲我的军 医院的事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明白 开发经营不搞不成 你看 上级对咱们也很重视 医院这两年发展的比较快 硬件软件都上去了 当然你老何也是功不可没嘛 当然 不过你不要忘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医院 搞到什么程度不用我说 该顶的东西我当然顶 可是哪一天医疗上真的出了大事顶不住了 我们都完顶 行政啊 嗯 你像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叫医疗责任我不懂 我心里有数您就放心吧 这次联营要谈成了 那咱们医院就跟如虎添翼啊 又可以大干一场了 嗯 哎 院长 嗯 局里边拨下那笔钱 咱们周转怎么样了 哎 钱的事用不着你管 是我的事 不耽误你用钱就是了 我这不是听了点风声吗 不放心不是吧 哎 怎么能道听途说呢 这种事不能乱听乱说 啊 好 那我知道了 哎 院长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我那还有人呢 好好好 呦 您老来了 哎呀 哎呀 好长时间没瞧见您了 老大 快想您哪 您瞅瞅 啊 我呀 嗯 要给你们 天乱来了 没事没事 走走走走 哎 怎么不舒服这个 哎 除了蓝大姐在这照顾一下 其他人到外面等吧好吗 好嘞 那我们先上外的溜达溜达呢 哎 哎 我刚刚啊 还跟护士长念叨呢 好久没见见林老太了 哎 说着说着您就来了 真不经念叨 哎 可不是啊 今儿少啊 我还给我从孙子说呢 我说 咱们呢 又好久没上医院了 哎 这话音还没落下 哎呀 他就喘人了 哎呀 真根儿都不经念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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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夫 哎 谢谢您啊 别客气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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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来的吧 哎 您老啊 先别说话 我给您听诊啊 哎 刚毕业啊 嗯 吸气 呼气 哎 该是诺音 满肺炎 哎 还用听诊气啊 嗯 不用听诊气 我都听见了 您老啊 滑倒歇歇嘴 您听见了不行 滑倒我听了才算数 好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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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蓝大 你昨天晚上 我吃 哎呦 我吃剩下的那个麻豆啊 你可千万别给我倒了 那是老二啊 不知道在哪儿逃回来的 地道东西能味正啊 对了 小洪啊 她要的那真线包 我给她做了 放到我那烟破了脸 她要的时候你给她拿去啊 您这么大岁数还抽烟呢 没有没有 早借了 那烟破是刘老太太玩的 那是我刘子做几天的 穿了厉害的时候你没看见 好吧 那回啊 我穿了三天两夜 连你们黎主任啊 都没辙了 喝点水 好 安茶姐零点二五克 静麦缓门注射 好的 安茶姐没用 还是那个 川罗宁 再来点那个急速都行 妈 您歇会儿吧 人家大夫全知道 她不是新来的吧 哎呀 我告诉她点情况呗 水 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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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您现在有精神跟我说话吗 是小青啊 哎 哎 哎 快来 就等你来 跟你说话呢 我把您上次要的资料带来了 是一些关于那个问题的简报 和专题讨论 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小青 谢谢你 能不能 先把它放在这儿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哎 弟弟 小时候妈让你进天文小组 你还不愿意去呢 结果妈买了这个望远镜 好 你可来劲了 天天啊你就看心情 你连功课都不做了 哎 有一年期末考试 你还记得吗 你有几门功课不及格 嗯 两门不及格 结果妈把这个望远镜给藏起来了 你求我 结果我给你偷出来了 姐 哎 当初啊 幸亏妈让我进了天文小组 你说这几年就你一个人 只有天上的星星陪着你 姐 嗯 这回你就放心吧 医生说了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 你着什么急啊 你在这儿不是也天天能看星星吗 咱们既然住进来了 就把这个病因啊给查清楚了 可是 我要是不希望查清楚呢 那反正你在这儿你还能好好休息一阵子呢 哎 李主任 嗯 你好 主任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啊 李主任 我想能不能商量一下就是给我弟弟换一个好一点的病房 按道理我们是应该给他转到专科的病房 嗯 不过目前专科病房床位暂时比较少 但是你放心 你弟弟在这儿同样会得到很好的治疗 姐 我住不了几天 别麻烦了 我们现在正给他做全面的检查 嗯 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我们会做下一步的安排 好吧 好 我听说你们的母亲也在这个医院住过院是吧 是哪一年 是19 我记得 是1976年年底 那年我九岁 好 这就好了 这就好 这就好 尝了 好 要注意休息 少活动 好 走了 好 你看 它非啥不可了吧 姐 你猜 我身边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方浩 怎么想起说这事来了 是我的观测记录 二十二年了 我一天也没有落 我已经把它寄给天人爱好者协会了 他们说 他们要把我的观测记录 推荐给世界天人爱好者协会举办的一个展览会 我就怕 就怕来不及了 黄浩 别胡思乱想好吗 好 你啊 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病 别的什么都不行 啊 听话啊 好 根据二十八床病人的各种临床症状 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患的是马帆式综合症 这种疾病临床上比较少见 关键是要采集到比较完整的家族病史 这对最后确诊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追踪家族的病史 我们发现这个病人的行为有点奇怪 晚上经常往楼里上跑 不知道干什么 我听说他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他是个下影工人 生活比较困难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呀 如果真是确诊 马帆式综合症 那么他将要面临的就是终身丧失劳动能力 不仅是劳动能力 这个病人的病情也比较重 虽然心衰暂时好转 但是胸主动脉瘤一旦破裂 这个病人会随时死亡 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密的监护 刘夏夏的情况怎么样 刘夏夏的诊断也已经明确了 是女原虫感染 儿科今天还是没有床 咱们是不是现在 就应该开始抗拒治疗了 当然应该 刘夏夏的爸爸呢 诊断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 但是这个病人到底怎么安排 我们还得跟他们领导商量一下 大家要多注意这几个病人 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通信 主任 主任 有事吗 二十八床母亲的病例 我已经拖病案室的王武庚去查了 估计今天就会有结果 我估计这工作你要做在前边 这是你的风格 还有 还有什么 你去找过梅主任了吗 还没有 我想 也许你该去看看她 燕雪 我知道你这里出了事你很难办 但是 医院的那笔钱一旦要用就很急 所以我 不得不先给你打个招呼 那笔钱没多少 我有办法 你真的能有办法 天明 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 燕雪 这事 我是给你惹麻烦了 都怪我 本来想拿卫生局这点拨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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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自首 你 你别沉不住气啊 再说现在也没到那个时候 你因为你去自首了就万事大吉了 天明 你放心吧 不会让你为难的 是 你不肯定是 你干吗 你也不再想干吗 你也不再想干吗 这个快点 我找去药啊 田田 那我走了 你别走 你们的事商量得怎么样了 田田有事啊 李涛还在公安局关着呢 你们总不能让他替你们扛着吧 田田 你妈妈的意思 是找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妈妈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呢 据我所知 当初做这笔生意 可是你的主意 田田 你说的没错 当初是我的主意 现在出了事情 也全都是我的责任 今天我来找你妈妈 就是跟她说 如果需要我做什么 哪怕是自首坐牢 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 但是你妈妈要有时间 把问题理清楚啊 理清楚 你们还能够理清楚吗 田田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妈 妈 我能怎么说话 你跟我爸说 你这几年 跟这个所谓的白院长 都干了些什么 你说呀 田田 如果你刚才的意思是说 你妈妈喜欢我 那我就告诉你 我白天明 我白天明还没有这么好的命 自从你爸爸牺牲以后 我一直希望他嫁给我 可是他始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你应该向他道歉 你不应该这么不尊重他 田田 你爸爸牺牲这么多年了 你妈妈为什么还要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呢 阴影 我爸爸是阴影 我爸爸不是阴影 我爸爸是英雄 是卫国捐区的英雄 你懂吗你 如果卫国捐区的英雄 知道他儿子这么跟他妈妈讲话 他真要死不瞑目了 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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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张忠教歌曲啊我听不懂 我还有一个是流行歌曲 听不懂就慢慢听 如果我们俩一起听 什么 我说如果我们俩一起听的话 说不定我还能听懂呢 给我 快 陪我 安妮 下次我衣水带个流行音乐给你听 稀罕 董事长这份合同做好了 新来的那个秘书 业务不熟 话有那么多 谁招来的 喂 部长您好 请稍等 你现在就去把他辞掉 是 董事长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脚吧 手术非常成功 根据我们对病人的检查 智商原因确实是外来的 突然的 非本意的 是被保险人的身体 受到剧烈伤害的客观世界 意外伤害的结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您所提供的所有情况 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取证 但我要说明的是 即使意外伤害的客观原因可以确认 根据学校为洪亮和其他学生投保的意外伤害险 及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报销的具体条款 在意外伤害造成以下情势之一时 我们才可以按照不同程度不同比例理赔 这六种情势是 一 两眼视力永久丧失 二 咀嚼吞咽及言语功能完全永久丧失 三 中枢神经或胸腹器官严重残疾 终身需要护理 四 两上肢腕关节以上丧失 或功能完全永久丧失 五 两下肢怀关节以上丧失 或功能完全永久丧失 六 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和一下肢怀关节以上丧失 或功能完全永久丧失 你是说 这就是说洪亮的下肢如果结枝 就符合情势第六条 如果洪亮不能从目前的植物状态中清醒过来 就符合情势第三条 但目前的情况是 第一 洪亮被离断的下肢已经被你们接上了 而且完全有可能恢复功能 第二 虽然洪亮现在还没有实现 完全意义上的脑复苏 但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 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三 对于植物状态持续多久 才无最后复苏的可能 这在医学上还是一个上代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 目前谈论洪亮的意外伤害保险 给付以及意外伤害医疗费报销的问题 至少是为时上早了 那你说 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应该是第三个问题 在医学上有了明确的答案 我 并且洪亮的植物状态 确实已经持续到那种实现的时候了 那你是说 如果当初我们不把洪亮的腿接上 或者现在不让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你们就可以理赔了 当然不是 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你们也不会这样做 对不起 我很忙 我先走了 这是我的名片 非常乐意继续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您本人或者亲友 需要任何保险方面的服务 请随时跟我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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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对吗 哎呀 这事真是难死我了 咱们赶紧进去了 您想好了 到底说还是不说 能多埋一天十一天吧 今儿先不说 那 那我要是绷不住呢 绷不住也得绷 记住了 可你我这心里您难受是吧 我还能比你好受了 走吧 帮好帮 你怎么会在医院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和我穿一样的衣服 孩子 告诉爸爸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们幼儿团老师说我病了 那天我们班所有小朋友都病了 现在他们都好了 我还没好 马总 小白这事啊 你不准备告诉我 大夫 故事 大夫 故事 小赵 好像是大刘在喊 快 展开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把孩子给我 把孩子给我 大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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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清醒过来了 大刘 我儿子为什么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怎么了 大刘 你别急 你千万别着急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好不好 大刘 没事 那好吧 有事叫我 小赵 笑笑 别怕 爸爸在这儿 大刘你好 我是小赵 刚掉到所里不久 但是我和夏夏已经老熟人了 对不对 夏夏 咱们是老哥们了 来 老哥们 跟爸爸聊天吧 咱们出去玩 好不好 好 还像昨天一样行吗 没问题 来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起飞咯 大刘 你别着急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孩子呢 前几天住的愿 马克 好了吗 再见 怎么样了 行 刚才是连接线的问题 接触不好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那个陈大夫 徐晓文 是 这个邮件是发出去了 可是 这个肿瘀旺张怎么伤啊 你看这个球球 都转了半天了 咋仨都没有嘛 对 现在网上比较拥挤 就是 伤网的人太多 所以就得担心的等等 不能着急 那先等会吧 马克 这个捅锅旺上勘兵 这怎么勘啊这个 我看这个擦擦资料还可以 你看 那这个 补云征的房子 我还整得擦了好几个呢 可是通过旺上看兵 那都像不明白的 那么中一看兵啊 降就一个汪文温茄 那看啊 除了这个温字 可以通过旺了 其他三个字都不行 尤其是这个茄子 是茄美的意思 搁这个旺 这么茄吗 你刚才说的话 我完全听不懂 什么叫切脉 什么叫望闻问切 常老师 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叫做新许记 我们事务还需要姓 不要说你的望闻问切了 就连幸快乐 都能通过网络上获得呢 王爷 不干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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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老师 常大夫 您是不敢说笑呢 还是不敢上网体验 幸快乐呢 你看这话 别怕说这么央央央央的 妈 这网上的快乐呀 大概是个有在实现的事 可我们的北京城 真有不少值得快乐的地方 哎 你怎么着 有兴趣吗 我可以带你去找找去 快乐的地方 我当然想去 哎呀 我们也去啊 你们凑什么热闹 那可是男人去的地方 儿童妇女啊 不易 高高 你想搞什么鬼啊 搞什么鬼 找快乐呀 人家马克他说要去了 你可千万别拦着 对 你可千万别拦着 小白 小白他怎么了 大刘啊 他恢复了 小白他 他恢复了 已经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什么时候的事 在你醒过来的那天 那天我和小赵都在了 当时 他一直在喊着 你跟夏夏的名字 大刘 我还能干点什么 大刘 今天保险公司来人了 他们不同意 现在就给洪亮赔付人身保险 和报销医疗费 另外呢 这几天呢 小儿科和血液科的病房 确实都没有床位了 留下这个孩子暂时 还得留到你急诊观察室 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的 我们急诊科 都快成了医院的收容所了 所以白院长让我来 对你能顾全大局 再次表示感谢 光嘴说有什么情况 能不能网开一面 把我们科拖欠的治疗费 先减免一部分 这事我说了可不算 我不能页全答应你啊 再一个得经过院务会讨论 你要是跟我打官枪的话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你这不是趁我打劫吗 这都是让你们逼出来的 大明 你想不想当副院长 我想当就能当吗 听说这次提副院长 任选 就是你们几个老资格的 科主任 这个时候 你可不能给院里出难题啊 我现在还是急诊科的主任 科里的利益高于一切 真拿你没办法 我会尽力帮忙的 那谢谢 找过梅云了吗 没有 杜小卿要走你知道吗 去哪儿 你真的不知道 他正式地跟医院里提出来了吗 还没有 不过我想这是早晚的事 因为咱们医院早就有计划 送人出国留学 还有他爱人已经在瑞士 给他联系好了博士后了 瑞士 他爱人 他爱人不是在美国的波士顿吗 况且他就是因为和他爱人离婚 才从美国回来的 这个我不清楚 要不要帮你问一下 大明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你跟杜小卿到底有没有这种关系 你说呢 是你喜欢他还是他喜欢你 开什么玩笑 你跟我严肃点 你别忘了 我可是梅云多年的好朋友 那你就劝他多吃一点更年安 对不起 我去科里安排一下去 你站住 大明 你要真想当副院长 后来就别着火 好好照顾你妈妈 老洛 老洛 给我买的都是买了吗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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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肚子疼得厉害 孩子 你是他身边 我是他爸爸 你先去挂好那头 扶他进去 老洛赶紧 赶紧停下来 好嘞 孩子 孩子 是我 我 有 一个 旧 什么 你说 什么 что 叫什么名字 庞贝 庞贝古城的庞贝 肤痛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小时以前 发热吗 不 为什么脸上都是伤啊 他爸爸说是摔的 摔的 怎么摔的 他 他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肤痛是在摔伤以前还是以后啊 以前 以后 病人家属到外面等 多点 病人满腹都是丫头 你怎么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一不小心 要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你经常这样从楼梯上摔下来吗 是 不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不是 那你身上这些瘀血是怎么来的 那你身上这些瘀血是怎么来的 好的 什么情况 病人腹痛距离 身上有伤痕 他爸爸说是从楼上摔下来的 我们怀疑不是 对不起 他不在 对对对 庞美的妈妈怎么没有来 我不知道 他 他不在家 庞美怎么样 有没有危险 你现在才来关心你的儿子 是不是太晚了一点 我怀疑不是摔伤 但他怎么都不说 小伙子 你要是不说 耽误了诊断 可就麻烦了 庞美 你别害怕 我们都是医生 会替你保密的 我保证 杜大夫 病人腹传阳性 血压八十五十 庞美 你得跟我们配合呢 你看你病得这么重 你不说实话 我们怎么给你治疗啊 是不是 不能再等了 很可能是匹葬破裂 马上走破府探查 让他爸爸签字 匹葬破裂 怎么会是这样 这得问你啊 我签字 我签字 求你们 快快救救他 救他你就得说实话 这对我们的诊断非常重要 我告诉你 他现在非常危险 出血太多 很可能会休克的 谁啊 谁在那儿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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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们安静 好不好 来咱们离开 你要控卡 行吗 你安静一下 你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不要压着孩子 听到没有 镇定一点 好吗 镇定一点 你坐哪儿 回来 回来 你真的父母都在 你要说清楚了再走 你往哪儿跑啊你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是医院 你别胡闹啊 你儿子的伤就这么造成的吧 你说什么 你少装糊涂 打老婆 打儿子 你看你儿子 被你打成什么样子了 装成 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 好的 怪不得了 你不敢说呢 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人 留这话跟警察说吧 你叫警察 怎么 你还敢挡我不沉 放手 放手 你们看 我怕 我是游戏 我游戏 我还不想 这些 你 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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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我求你了 妈妈回家吧 我求你了 你得妈妈回家吧 放手 不许动我妈 不许 放手 你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你镇定一点 妈妈回家吧 我求你了 带我妈回家 快把手放手 快快快 放手 你镇定一点 放手 儿子 儿子